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75集 见他骑上骏马 李武林驾得一声大喝 他身下的小白鞠便猛地跨了出去 掀起一阵尘土 街上两边行人纷纷躲避 我靠 点心的恶哨啊 林婉容哈哈大笑忠策马跟了上去 其他人等便随在了他身后 一路飞奔出了城门 行了十余里路程 耳边便听到前面传来的阵阵厮杀声 林婉容探头前望 只见前方尘土阵阵 杀声震天 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玩意儿 又行了树里地 喊杀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响 前面的李武林脸上 显出欣喜的神色 崔马更急 刷得几声冲得不见了踪影 林将军 你看 行在林婉容身后的胡不归 崔马几步赶上前来 与他并排 指着前方场景 笑着叫道 顺着他手指方向望去 却见前方是一个巨大的沙场 一眼望不到边 沙场上沉烟滚滚 无数的士兵手持刀枪 按照职责分成不同的方队 正在厮杀 离得最近的是步影 一个指挥使模样的统领 手指小琴不断挥舞 操练的士兵便依照他其余 演练不同的阵型 或一字长蛇 或圆形结阵 数万士兵急速跑动掀起的沙尘 映黄了半边天际 这些兵士强壮有力 动作熟练而又迅捷 脸上满是汗沙之气 一望便知是演练熟了的精兵强将 阵型越变越复杂 随着其余的不断挥动 后来又演变成分队合围歼灭战 看得林婉容也是眼花缭乱 再往远处是骑兵方队 数万匹战马一起思鸣 滴答滴答的马蹄声 如沉闷的春雷 敲击着大地 地动山摇震耳欲聋 骑兵方队是千人一队 演练马上击杀 却是以地上捆扎的木人为靶子 刀枪勾插兵器多样 看准那草人的要害刺杀下去 最远一阵 却是混合在一起的步营和骑营 约马有数万之众 步营士兵冲锋在前 扛着云梯火箭 朝着沙场上构造的几道城墙重去 原来是在演练攻城之战 攻城一方正中处架了个高台 一个年轻的将领 劈亏代甲 威风凛凛 正在呐喊指挥 看那首饰和身形 甚是熟练和自信 只是沙场上尘土泛滥 看不清这将领的面容 攻城的兵士 喊沙震天 将那云梯架好 争先恐后地爬上云梯 向城墙冲杀而去 城墙之上 远远地立着几道人影 正饶有兵杀 正饶有兴致的观看 士兵演练 林将军 你觉得如何 杜修元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大声说道 林婉容微微一笑 杜大哥 这就是传说中的沙场演兵嘛 果然威武雄壮 气势磅礴呀 杜修元点头道 正是沙场演兵 我从军这么多年 如此大规模的演兵 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些都是我大华的精锐之师 来日抗击胡人 这些铁骨铮铮的男儿 便是我大华的主力 这声势 这气势 若我大华不胜 那就没天理了 杜修元一番话说得 李圣许镇二人连连点头 能让一向沉稳的杜修元 激动如斯 这数万兵马的演习 确实极有震撼力 林婉容一声不吭 她虽没与胡人交过手 但前世看过的小说和电视里 胡人哪是那么好对付的 演习不是实战 现在气势再大 花样再多 也只是花拳绣腿 虽然好看 未必实用 战场上形势万变 瞬息之间 便足以决定一场战事的输赢 若是这样一场 大规模的演兵就能预判战事的胜败 那还打个什么仗啊 胡不归见了眼前这壮观的场面 脸上也满是微笑 却没杜修元那般激动 他是在北方抗击过胡人的 见识过胡人的强悍与凶残 只是因为白莲教授了牵连才回到山东带兵的 自然最有发言权 林婉容笑着望他一眼道 胡大哥 你对着演兵怎么看 胡不归点点头道 兵强马壮 可与胡人一战 林婉容微微一笑 这老胡说得够婉转 估计是怕含了眼前这些将士的心 眼前这么大的场面 才堪堪有与胡人一战的能力 看来胡人的战力确实够强悍的 许振毕竟年轻 才二十岁不到的年纪 听了便有些丧气 不服道 胡将军 胡人便有你说的那般强悍吗 眼前这些都是我大华精锐之师 这是可与胡人一战 胡不归虽然遇事大大咧咧 却是极为注意手下弟兄的心境 见许振脸上露出不服气的神色 便恺然叹了口气 拍拍他肩膀道 唉 许小子 我未遇到胡人之前 也是和你同样的想法 可是事实胜于雄辩 目前咱们大华的军事 与那胡人相比 确实要略逊一筹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宾 杜修远等人也是战场上打滚的 只是却从没碰过胡人 虽听说胡人的残暴凶悍 但见了悍不畏死的胡不归 说起胡人也是满面的忧心之色 心里顿时有些不安起来 林婉容察言观色 将几个人表情看在眼中 微微一笑道 胡大哥说的不错 那胡人乃是游牧民族 马背为生 体格飙悍 居无定所 长期的漂泊不仅锻炼了 他们的马上技能 也增强了他们的危机感 所以才会战力强悍 不畏生死 我大华军士这些年 单于安逸 开战之初 偶有败祭也是自然的 正所谓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随着战事的展开 我大华军民支持而厚勇 逐步锻炼成长 日渐彪悍 用不了几日 就可与胡人一样骑马射箭 并斩杀他们于马下 想想我大华屹立千年 遭遇欺辱何之百次 我们又何曾怕过谁来 几位弟兄可不要妄自菲薄 林将军平时嘻嘻哈哈 可说起正事 却是有理有据 胡不归暗自一身大拇指 同样的话 自我老胡嘴里说出来 是动摇了军心 自林将军口中 却是激励人心 几人都是在林将军手下 拼杀出来的带兵之将 对林将军的能耐深有所知 见他如此说法 顿时又恢复了几分信心 脸上也露出丝丝笑容 林婉容点头道 胡大哥 杜大哥 你们今日来找我 便是为了看这冰眼的吗 胡不归和杜修远互相望了一眼 同时点头 便把目光期盼地放在了林婉容身上 看他们神色 林婉容哪里还不知道他们的意思 微微笑道 别的先不说吧 三位大哥还有许镇 你们也是李太将军手下的万户千户 怎么这演兵之事却没法参与 胡不归道 林将军你有所不知 我们大军正式开拔之前 日日都会在教场上操练 今日乃是开春的第一次兵演 皇上与诸位王公大臣都来观看 本来我们都是要参加的 只是皇上前些时日 派了一人前来辅佐李太将军 今日李将军便是为了检验这人的能力 才特意举行使兵操练 人马战事 借由这位辅佐的将军选立 李老将军不干涉其中 结果 胡不归脸上露出一丝羞难之色 不敢说下去了 林婉容笑道 结果啊 你们就没被选中 胡不归脸上一红 却是猛的抱拳 丹西跪了下去 杜修远几人也跟着跪倒在地 一起叫道 莫将军 为将军丢脸了 请将军得罢 林婉容一惊 积极将几人扶起道 各位大哥快快请起 你们这是做什么 带将几人扶起 胡不归叹了口气道 哎 林将军几日不在军中 有所不知 前些十日 那辅佐将军选拔参演将领时 便将我们几位千户万户一起拉去 参加了一个考试 考试 林婉容好奇道 军中还有考试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胡不归傲恼道 谁说不是呢 想我老胡拿了一辈子兜 再去拿笔杆子 怎么捉得稳嘛 结果那一场假来 我们弟兄几个 唯有杜兄弟过了关 后来杜兄弟见我们几个失了资格 一怒之下 便也向他辅佐将军发难 结果可好 他也失了资格 说到这里 他却是感激地看了杜兄弟一眼 他们两人以前见面就掐 可关键时候 却都是重义气有血气的汉子 这他娘操哪门子的带 几位大哥的本事是打仗打出来的 和考试有个屁的关系 林婉容也是一怒 手下这几位将领的能耐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都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没有一个掺水的 他重重哼了一声道 哼 许振 你说 是什么考试 哪个鸟蛋出的主意 许振急忙躬身道 回将军 是兵法考试 考兵法 林婉容一愣 我日 这玩意儿谁他妈懂啊 叫老子去考的话 准拿鸭蛋 再说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兵法再强也赶不上兵变来得快 杜修元苦笑一声道 这兵法考试照本宣科 胡大哥他们都是带兵出身 皆以自己经验作答 与那兵书出入很大 被判为不合格 扯淡啊 林婉容哼了声 哼 这位辅佐将军是哪里来的 考考考 还考到军营里来了 难道他是考状元出来的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